CBA2022比2023赛季 辽宁队以大比分4比0击败浙江队夺取了CBA总冠军 这也是辽宁队首次实现蝉联CBA总冠军 这对于辽宁队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标志着辽宁队彻底摆脱了千年老二名号 为此辽宁队在近期也是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比如球队举办了夺冠庆功宴 来犒劳辽宁队全体将士 以及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 此外辽宁队还进行了拍摄冠军写真集 从辽宁队写真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脸上都是充满着笑容 当然了辽宁队本次未免冠军 郭艾伦依然是没有参加拍摄冠军写真照 这多少是有一点遗憾 根据了解 在接下来辽宁队还会进行花车巡游活动 让辽宁队球迷共同感受冠军的喜悦 本次辽宁队夺冠 后场汉江赵继伟可以说是球队的第一功臣 在比赛中不管是组织串联还是进攻得分 都成为了辽宁队的头牌 为此辽宁队主教练杨明也表示 如果没有赵继伟的高效发挥 那么辽宁队是不可能走到这个地步 因为赵继伟的出色表现 他也被CBA评为总决赛MVP 如此一来赵继伟就缠联了CBA总决赛MVP大奖 成为继续广东队朱芳宇之后 又一位缠联CBA总决赛MVP的球员 在近日赵继伟也是带着总冠军和总决赛MVP的光环 回到老家海城 赵继伟这次回家完全可以说是一锦还乡 为此在得知赵继伟回乡之后 当地领导也是亲自前来迎接赵继伟 把赵继伟当作是家乡的英雄来看待 众所周知 篮球已经成为了辽宁的一个重要名片 就像辽宁队主教练杨明表示 辽宁队篮球的精神 已经成为了很多辽宁人改变命运的标杆或者灯塔 而辽宁队最出色的球员赵继伟 无疑是成为了海城人的一个楷模 一个英雄 当然了 当地领导也是希望树立赵继伟这个标杆 为提升城市的名气 为此 当地领导还特别大摆宴席 来给赵继伟接风洗尘 以表达海城人民对赵继伟的喜爱 以及对他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赵继伟可以再接再厉 在未来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帮助辽宁队实现三连冠的梦想 同时 也希望赵继伟能够在中国南篮也有好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 在酒席上 还给赵继伟特别写了两副对联 海城男神大无畏 风S传球看完美 破釜沉舟永不悔 逆境凸显赵继伟 从这两副对联 可以看出来赵继伟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说明了赵继伟技术出色 特别是他的传球已经达到了神仙画画的地步 同时 也说明了赵继伟对辽宁队的作用 完全就是大腿级别的 是不可代替的 当然了 赵继伟回到老家海城 也是有很多球迷前来迎接 随着赵继伟的到来 很多球迷就在大声喊 赵继伟FMVP 赵继伟FMVP 球迷的叫喊声音 球迷们的热情 也是让赵继伟很激动 十分开心 为了感谢球迷们的热情 他也是特地与球迷握手致意 不得不说 赵继伟回一次老家 完全是得到了MVP的待遇 根据了解 赵继伟将会迎来一个 比较长的假期 到6月23日 他将会参加中国南篮集训 接下来 将会代表中国南篮到欧洲进行拉链 此番 中国南篮集训目的 就是为了参加 2023年世界杯的比赛 在前段时间 姚明明确表示 中国南篮要通过世界杯 拿到2024年奥运会的参赛名额 而中国南篮想要拿到 2024年奥运会参赛名额 就必须在世界杯上 拿到亚洲地区最好的成绩 这对于中国南篮而言 也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中国南篮 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 在7比8月份 中国南篮将会与 克罗地亚队 斯洛文尼亚队 埃及队 意大利队 佛 德角队 土耳其队 德国队 加拿大队 新西兰队等球队 进行热身 不得不说 姚明为了中国南篮 能够在世界杯上 能够取得好成绩 也是用心良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